各位好 我是劉莉兒 對不起 因為我從3月1號 環島做廢合演講實際場 所以先生已經都不行了 不過就跟阿神一樣說的 我回到了我的家自由廣場 感謝柯島 舞蹈 還有小野先生 還有在場各位的朋友 這一年來我們維持了一個 能夠自由發聲 然後全力反合廢合的這個家 那我想我們今天在這邊 我們凝聚我們最後的力量 然後去呼籲我們自己的朋友 你一個人可以叫十個人 十個人又可以再叫十個人 我們在場的一個人 每個人都要影響一千個人 一萬個人上街 把我們的感想告訴大家 那我覺得這次很不一樣的就是 像我到了宜蘭 宜蘭的縣長 宜蘭縣長他自己也到現場來聽 他聽了以後他的有兩個感想 他第一個感想就是說 308大家都要上街 他叫了很多小學校長來聽 然後他覺得就是說 我們一定要把我們自己的想法 表現出來 或者政府他永遠都不懂的 就像剛才廣柴說的 他們實在是 他們不是蛋 不過他們不配當蛋 他們不過是笨蛋而已 所以完全我們一定要把我們的憤怒 無奈 我們這一年來忍無可樂的事情 都一定要站出來在街頭 在凱道前 告訴就是展現給政府聽 否則他們真的是完全是非常冷血 而且無動於衷的 然後宜蘭縣長他還說了第二條 他說大家應該要支持 就是不准他們去裝填藍料棒 不准他們把藍料棒插到核四裡面去的聯署 那我覺得實在滿感動 而且他不斷的解釋說 現在上街已經不是在造訪 是我們公民的一個基本行動 那我想就是說在這裡 今天來到現場的朋友 大家都有這個認識 可是你到很多全國各地去 你就知道很多人不像我們在台北 資訊沒有那麼多 他們認識並不是那麼多 所以就是說在今天我們每一個人在這邊 我們聽到廣柴說 聽到每一個其他朋友說的 應該要把這邊的資訊我們不斷的轉貼 不是只是按讚 不斷的轉貼 不斷的分享 不斷的去告訴所有 還沒有辦法得到這些資訊 跟認識的人 因為政府長年來一直在騙我們 他們就為了就是核電這些 非常懶惰 非常遠死野蠻的利益 一直搞到現在都在騙我們 福島核災已經三年了 你知道三年了他們還在說 福島核災沒有死一個人 錯了 連日本政府都說不是這樣的話 可是我們的政府 原能會的官員 他在電視上 他也曾經跟我對他的時候 他也說這樣子的話 然後我們當然也有擰嘴 每天常常不時 他大概這兩天又會再說吧 說福島核災沒死一個人 三年了 連日本政府都承認 這三年來福島縣 單單因為核災關聯的死了 已經1685個人 他比那個直接因為地震海嘯 死亡的1607個人還要多 而且這1680幾個人 他們的死亡都是還是要警察 一一一去認證說 你自殺的確是因為核災 很多人他留下遺書說 我是為了跟那個看不見的那個 輻射戰鬥而死 就是說他不想再跟那個戰鬥 不想再繼續跟看不見的輻射而奮鬥 你完全你好像在跟鬼打架 可是你一直在躲 那躲的很多人都累了 他又累又疲倦又生病 很多人自殺 很多人只是因為生病 或許他在逃命的過程中 因為政府沒有把真相告訴他們 他們反而還從低劑量 逃到高劑量去被曝照很嚴重 那這樣子的核災關聯時 已經有1600多個人 而且現在福島已經25萬個小孩 他已經檢查出來 有75個小孩得到假裝陷害 日本的小孩子在災前 他們是每100萬里面 只有一個到兩個人會得假裝陷害 現在算起來就是100萬人裡面 已經有300個人會得假裝陷害 你看他是100倍200倍的死亡率 可是有複合電的政府 他們會說或是東京電力 他們會說這些都跟核災無關 這些小孩他們可能都是在災前 被捕災前有什麼原因得到的 所以就是說他們可以講很多的理由 然後像現在福島合一場裡面 他其實就算是都願自己承認 也死了十幾個人 裡面也有急性白血病死亡的 他們也說這跟核災無關 所以他們就是不認帳 不管你死了幾千人或是幾百萬 甚至人他們都不承認 就像烏克蘭他們也已經就是有委員會認定 因為承諾比死掉的是150萬人 就像烏克蘭他們在災後 他們的平均年齡從75歲變成50歲 可是有複合電的人會說 那是因為烏克蘭在災後他們得到獨立 一時享受民主自由 就是說社會適應不良 所以才會受命大減 所以他們什麼樣的謊話都說得出來 然後福島合一 就現在他每天也都還是要八千人在維持 那我們的馬總統或是江院長 他們說如果台灣發生核災 他們會一下就要去把它摧毀 要把它關閉 如果核電廠可以摧毀可以關閉 當然那就簡單了 因為即使現在車諾比已經經過了28年 今年是第28年 他也是每天要四千個人在維持 那福島核災他的前線也不斷在擴大 他隨便拿一個桶漏一個水漏個一百萬噸 他一下子就是那種兩億三千萬貝克 的那種人類史上新的超標的高污染的水 那整個前線是不斷擴大到處 廠裡面到現在為止已經三年了 到處不管一號機二號機三號機的廠房 或四號機廠都沒有辦法進去靠近 核災跟其他的災害是不一樣的 你沒有辦法靠近 廠裡面有很多的死點 你站在旁邊幾分鐘就會死掉的地方 所以這是輻射核災跟其他的傷害完全不一樣的 一點點的輻射他可能也都會造成很大的傷害 更不要說他每天都會發現超出人類 就是說人類從來沒有出現的那樣的新的高濃度的輻射的死點 那大家都說在福島前線大家都說這是戰爭 可是你知道戰爭是可以投降的 我常常想如果中國或是北韓他們發射飛彈過來 我們還可以投降 可是你要是發生核災的話 你是完全沒有辦法投降的 那就像剛才廣才也說過 福島人他到處他就已經 他就自己身為福島人 沒有人就說大家都會很怕他 就不敢福島人到許多外地去 他都即使他有能力逃離福島 他也都不敢承認他是福島人 那我想要是台灣發生核災 現在我們也是沒有辦法承認自己是台灣人 你只好偷偷去學個廣東話說自己是香港人算了 因為你要是台灣人的話 他就人家不敢跟你結婚生子 你的就業就學等等都會發生問題 那福島到現在已經三年了 他們還有就是說政府在貼骨在避難的 在逃命的還有十幾萬人 還有十五六萬人 那其他自己自費去逃避 你要是有小孩在那麼污染嚴重的地方 只好逃掉 那樣子也還有全部有三十幾萬人在逃命 所以可是要是在台灣呢 你知道政府會做什麼呢 政府完全沒有辦法疏散我們 因為像福島他們是一個 三十公里圈只有十四萬人 可是在台北部的三個核電 我們三十公里圈裡面是六百五十萬人 我們是一個逃亡效率為零的地方 所以像京都大學的核工學者小翠玉章 他評估過就是要是核四釀災的話 我們是三百人馬上死掉速死 然後七百萬人在其後的兩三年後續死亡 他的理由也是台灣是一個就是北部中部 是一個逃亡效率為零的地方 我們沒有地方可以逃 我看這真的是只有跳海一途 所以我們一定要去阻止他 那我覺得非常重要 就像原人會或是政府 他們應該是站在我們立場去把關 可是他們現在甚至出來幫台電 做了許多的放了許多的煙霧彈 甚至說現在在就是現在的安檢 也算是試運轉的一部分 那我覺得很可怕 我們不能讓他隨便拿這些名詞 玩弄這些名詞 到時候他就是在完全沒有告知的狀況下 就把燃料幫填充進去 那只要一填充進去 台灣整個就走上不歸路 可能那瞬間沒多久就發生核災 或是即使就是說短期間沒發生核災 他本身也變成一個高污染爐 我們要去阻止他就完全來不及了 所以一定不能被他們繼續再騙欺騙下去 然後核四的危險 許多的我這次就是跑遍全島的感想 就是許多人知道核四很危險 可是大部分人不知道核一核二核三 它是隨時可能過勞爆炸的一個核電 所以我們一定要阻止他們 不能讓他再用缺電的 或是會漲價等等 騙人的手法 想要去把這幾個三個老熊核電 當作他們新的提管機 那就是我想再做在此的 現在沒辦法做 在這邊的朋友 大家都對這件事情都比較認識清楚 所以我們這次一定要 就是不只是廢核四 我們要廢掉四核 然後一定要讓三個老熊核電 早點提前的廚藝 此外就是說不只是蘭嶼的核廢料 比蘭嶼 你看他們只是蘭嶼是中低階 就把讓蘭嶼島上 五歲小孩或是當地人致癌的嚴重 我們不能讓他就是像其他高階核廢料 用過燃料棒 我們在這個島上已經累積了相當於23萬顆 廣島原子彈分量輻射物質 每個台灣人 每個人都現在都要背負著一顆 原子彈分量輻射物質 這是多悲哀的事情 而且事實上在我這一代 或者甚至我們下一代 我們已經沒辦法解決了 我們已經看著就是 這是我們太不應該 我們已經把這些東西都交給你們 甚至交給下一代去了 那這是一定是不容再繼續 再興燒出來 事實上政府沒有能力去解決這個問題 他就不應該再繼續燒下去 所以我們這次的就是 每一次每一次的廢核的遊行 我們的任務都比以前更艱鉅 因為這個問題越來越大 我們一天沒有廢核 台灣這個島上就又興燒出 20顆原子彈分量輻射物質 那在福島核災剛發生的時候 然後台灣就是還只有就是 就是一萬四千多數的那個 用過藍廟棒就是相當於二十萬 二十幾萬顆 可是現在我們已經多變成了 一萬六千數 如果我們再繼續讓它燒下去 我想就是說 我們這個負擔是越來越沉重 而且事實上這些核電 不管是老朽核電或是不可能使用的核式 它可能隨時都會釀出大災 那台灣是連一次核災都會都可能發生的 而且台灣已經被世界一再警告 台灣是下一個最可能發生核災的地方 核災是不限一次的 而且我們沒辦法跟核災投降 所以我們一定要及早去跑在核災之前 我們是在跟時間競賽 如果我們不趕快去廢核的話 就是我們會被台電或是我們的政府 用這樣子破讓核電 而且完全不需要的核電 只佔一層的核電 我們隨時 像現在大概是有五六層的那個發電設備 也有六七層的發電設備 完全是沒有動用 完全是不需要的一個核電 我們應該要 我們要趕快發展綠電 可是綠電它是來取代火電 我們核電是不需要取代的 不要被這些政客用那些詭異的字眼來騙你 他馬上就會說 那你給我 你要廢核 你要給我替代核能源 那是騙人 馬總統每次就說 你給我替代能源 拜託是我們發薪水給他 他要幫我們解決 而且核電是不需要替代 我們現在就可以廢核的 然後我們應該要趕快發展綠電 像日本災後到現在一年多 因為他們修改了就是收購那個綠色再綠電 再生能源的方法 所以他們到現在已經多了六個爐的 六個反映爐份的那個核電 的那個電力的綠電 然後他們就主要是風力地熱 還有太陽能 還有生殖能 然後他們現在單單九州 為什麼說九州 因為九州跟台灣差不多大小 九州他們也多了四個爐 四個爐 然後他們也評估 如果我們他們把那個家庭用電 或是那個工廠工業用電的電燈泡 換成LED 馬上就會省下13個爐 台灣我們只要很簡單 大家把那個用電燈泡換成那個LED 馬上也可以審 就是可以省下一個核四的份 就是6%的電 可是我們的政府什麼都沒做 我非常憤怒的 他就是忍無可忍 就是我們台灣是應該 最應該從福島核災記取教訓的 可是我們是台灣全世界唯一 在災後綠電是實質零成長的地方 台邊他們也搞兩個風車 可是他是告訴你綠電是不行的 馬周總統在去年 他是去搞了一個永和之旅 永和之旅的時候 不斷的打壓醜化矮化綠電 事實上綠電 美國的能源部 他在上個禮拜他就宣布了 就是說 美國的太陽能發電 他的成本已經非常低 低到於平均電價以下 這是為什麼 因為太陽能光電板 他已經跌到三分之一以下 然後膠質流配電板 也是跌到二分之一以下的價格 都是半價以下 所以是非常非常簡單 都可以做到的事情 可是我們政府硬是不做 他們只想靠很老套的東西 來維持他們既有的利益 其實他們搞綠電 我想也不是不能貪錢 只是他們要重新洗牌 洗牌就會覺得很累 可是事實上 德國或是美國 他們用發展綠電 就可以做非常解決 年輕人的工作問題 創造許多就業機會 可是我們政府不做 然後他們把一些強調是 火電有多髒 火電的確很髒 沒問題 可是他只要用 花在核電的幾 很少的幾分之一 自己的之一的 很少很少的錢 他就會改善很多的過濾設備 可是他這些事 他也完全不做 現在還想要拿一千多億來 把三個老朽核電研議 那我覺得非常非常可惡 他從來他實在是太冷血 然後太無知 還是就是太完全對這塊土地 一點感情都沒有 所以才會想要想得出這樣 或是說得出這樣的話 每天每天不斷繼續在恐嚇我們 所以我們一定不能容許他們 繼續在做這樣事 把我們的憤怒 還有我們的無奈 全部都要展現出來 然後要把自己知道的事情 自己思考過的這些 關於核電核災的認識 告訴更多的朋友 跟更多的人去分享 然後讓每一個人 都能夠去影響更多的人 我想這樣子 就說大家就會 就說雖然說很多人說台灣人很TK 都不怕死 我想並不是這樣子 我們至少不想死 在他們這些貪官污吏的手下 謝謝 這是那個琉璃兒 拳導的這個一個演講的行腳 我就全程跟他了 因為那個琉璃兒他 很喜歡當聖誕老公公 碰到人總是喜歡給人家一個小禮物 沒辦法給大禮物 只好給小禮物 可是這個 百合實在是需要很多人幫忙 雖說是小禮物 可是加起來也是一大堆 那我就像那個唐三丈 跟唐三丈 不是豬八戒 跟唐三丈馬一樣 就幫他那個辦一些行李這樣子 很高興 終於衝到今天 到明天就完了 那個舞蹈要我說一些這個 因為我現在還是住在日本 說日本的情形 其實我在日本是不談核電的 因為我也不是日本人 我到現在當然還是中華民國護照 那我在日本 我沒什麼這個談核電的資格就對了 因為要不要核電還是日本人自己的選擇 那現在日本是大家都知道現在是零核電 所有的核電先關掉了 可是現在還是一個 要重啟他們跟 就這樣把他們關下去 把這兩個勢力的還算是一個在拔河 可是大家都知道 這個想要去重啟的勢力 是有錢有勢 所以 要把他關掉的這個勢力 現在看起來才勢力一點 那不過這個 以後會怎樣 因為那還是日本人 他們自己決定的 我在日本是 沒什麼這個 說話的資格的 不過 我就回來這樣子 陪琉璃兒這樣子 提醒你 這也是對我來說是一個 也是唯一的選擇 因為從我看來 這個台灣的核電比起日本 實在是危險太多了 要是說日本現在在這個討論 該不該用核電的話 台灣根本不需要討論 實在是不能用核電 因為我是下圍棋的 那圍棋一般來說是 就是選擇最有價值的這個棋去下 那現在在日本 可以說算是一步棋 比如說這個圍棋的這個價值的單位叫木 那比如一步棋是石木 那現在有兩個勢力在討論這個石木的 石木棋的這個廢核這個棋 是不是應該下 是日本是一個這樣子的情形 那可是要是這樣子來說的話 台灣應該廢核的程度是千百倍於日本 所以在台灣廢核這一步棋的價值 可以說是一千木甚至是一萬木 這麼大的一棗棋 那以圍棋的術語來說叫做 只此一首 除了這個廢核這一棗棋以外 沒有其他的棋可以選擇 所以我 雖然不是百分之百樂意 每天還是跟著聊天 今天謝謝各位 好 謝謝我們的棋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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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